来看一下下一个范例是那个Radio Button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Radio Button 首先Radio Button一定会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Radio Button的界面设计 那界面设计里面的话 上面我这边是放一张图档 但如果你没有图档没关系 你先暂时用Test View也可以 它本来就是Test View 可是呢你可以用像Photoshop的 这个Photoshop的去做一个图 然后把它放在Background也可以 就会变成一个图 来显示 那底下的话呢放三个Radio Button 那特别注意三个Radio Button 特别注意呢 我前面一直强调说 请你务必一定要先做一个Radio Grupper 如果你没有做Radio Grupper的话 就会产生错误 那底下的话呢显示结果 所以呢这个布局的部分 请各位第一个建立一个叫Radio Button的一个专案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的这个画面 首先的话呢这个Radio Button 我的专案已经建立好了 OK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View 我们的画面呢长什么样子 OK 那顺便讲一下 就是像刚刚呢我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你知道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SATS我要去改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打一个RB01点 点的时候奇怪没有出现对不对 就很奇怪 就后来呢我就把它怎么样呢 重新开一个工作区 因为我本来工作区是从我自己的电脑上面建立的 就不行 然后后来我在跟幕府底下再建一个 再把它重新再汇入我的专案 就OK就没问题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一个Eclipse的开发环境其实问题还蛮多的 特别注意我前面一直讲过就是 第一个它跟中文资料夹有冲突 所以你特别注意 务必呢不要给中文的这个这个资料夹名称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尽量不要放在随身碟里面 我也试过 刚刚好像也有这种问题发生 那其他还有一些怪状况 如果说呢那个状况一直持续发生的话 建议你怎么样呢 不要再 不要再坏了 你干脆重新再开一个工作机 或者重新再开一个什么新的专案 把原来的你的Source程式码贴过来 有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 它难免会有一些这种相容性的问题 也不知道为什么 OK好 那再来的话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分成两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 先建立一个那个Radio Button的专案 好建立好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n Man里面的话呢 它的布局是这样 各位可以看一下 里面呢上面 请各位打上文字 或者放一张图也可以 你用那个小画家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工具都可以 你就放一张图 它的宽度的话呢 就是320 那高的话呢 大概原则上 我这边给多少 看一下 大概30 所以你就在那个小画家也可以啦 或者是Photoshop里面呢 放一张图 然后把它置中 丢进来就可以 那利用什么方式呢 利用那个 那个Background 在Text View的Background上面呢 加这个图档进来 它就会是一个图字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在里面呢 放一个Radio Group 特别注意 Radio Group呢 预设它一定会是垂直的 不信的话 各位可以拉过来 其实前面如果你们考过证照 也有一题是这样子 它的那个男女 本来是纵向的 如果你要把它变垂直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这边有一个那个Radio Group 在这里 这个是Radio Group 如果你这样 Fone View看起来不清楚的话 我前面也讲过 你可以把它调整成 Show Icon and Text 这个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这个一目了然 Radio Button 那Radio Group就在这里 所以你把它拖拉过来之后的话呢 拖拉到这里 或者拖拉到这边都可以 丢进来 这个居然失效 再一次 拖拉到这边好了 放开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一次会给你三个 那如果你要删掉其中一个的话 你就选里面这一个 我是建议你点这边 点这边 再把它按Delete掉 这样就会少一个 那如果要把它变成水平的 像我这边最后呢 如果要变成水平的话 你就直接在这个Radio Group上面 按右键 它这边有一个叫做 这个Orientation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这个Oriental 按下去 就变成水平了 如果你要垂直的话呢 再把这个Orientation 把它改成Vertical 它又变成垂直了 从这个地方呢 去做一个布局 OK那这边的话 把它先删除 我是比较建议 在那个盖药上面 这个Orientation 我把它改英文版 这个Orientation 上面做 做这个删除动作 因为我慢慢发现 在我那个部落格 我的YouTube上面 越来越多 那个什么 像马来西亚 或者大陆的 那个 这个 这个学习者 他们也会透过像脸书 或者像YouTube上面 跟我问问题 不过他们比较困扰 就是说我上面这个界面 我都是用繁体中文的 然后他们是希望呢 我上课能不能把它改成英文的 让他们学习起来 比较可以同步 后来想说 对这样也是 这样也是可以跟那个国际 这个这个 跟那个世界衔接的一个方式 所以建议 将来各位呢 在开发的时候 尽量用那个英文版的 因为将来如果说 你到国外去 也许将来 各位有机会到国外去的话 Coding也会比较 比较快适应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布局 分别给这个三个 这个Radio Button 然后再一个讯息 这个布局的话 跟前一题很类似 甚至你可以直接就在 前一题里面做这个 Radio Button的范例练习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当我点了其中一个之后的话 我要在底下 显示讯息的方式的话 那跟前面的这一题 也是类似 所以这里我想 各位先试试看 也是三个步骤 一定会有个宣告物件 连结元件 再来就是建立一个事件 那事件部分呢 我们也是用这个 共用事件的方法来处理 那不过呢 这个程式码稍微简单一点 就是说呢 这边建立完之后呢 我在这边呢 也是要用这个 有一个属性叫做 Extract去检查 那如果有点到的话呢 那就是输出篮球 足球 棒球 就这样而已 一个蛮简单的一个程式 OK 我想各位练习看看 我们放位呢 还给各位一下哦 是吗 还是我们下一个镇 还有这种镇 那么东西 我们下一个镇 的镇 就是我